又在上升 这是一场男子85公斤级的比赛 有请白方选手李志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比赛 第四场 这是85公斤级的较量 白方选手来自温县 友刚太极武校的李志 19岁的年轻选手 85公斤级 这个级别就逐渐往上涨了 身高178公分 这个小伙子也是 既能打套路 又拿过推手的比赛成绩 对 也是曾经被评为 交错式的五行飞风选手 陈嘉宝 黑方选手陈嘉宝 这是来自陈珊瑚太极等舞学院的队员 曾经获得过2015年全国要求赛 传统套路一等奖 器械一等奖 在这个陈嘉宝的资料当中 你看到他这么多的只是套路比赛 对 似乎没有 至少我们拿到资料来看 没有参加过推手比赛 他参加过 他可能填的资料比较欠缺一点 就我知道他参加过 而且对方的实力可能还不错 但是给白方比可能 我感觉啊 可能是白方会稍微好一点点 黄红涛 两人身高有个两周分的差距 差不多 对 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黑方的身材啊 各方面不会输给白方 这个因为我跟太海 我们过去啊 说的太多的这种搏击比赛 所以有时候很在意 比较这选手的身高 臂展 特别是臂展这个资料 对 但实际上我发现在太极 这个攻守道的比赛当中啊 这个臂展实际上 可以被忽略了 可以被忽略了 因为你不许击打 不许反关节抓握 所以这个臂展的优势 特别主要是不许击打之后 这个臂展的优势就没了 关键还是你这个 对力道的这种感受能力 是 而且我甚至觉得 这个身高的选手啊 可能还吃点亏 对 重心有点高 是 这有点茶闪的意思啊 对 这个就是太极的标准 这点脸劲 脸劲 这白方这个李志挺脆的 这劲 你看他实际上也在不停地 办变化把位 对 好 不错啊 下地的时候双方一起 你看 这个发力其实二次到三次 第一发力不是真的 对 假的 对 这叫太极的这个 预左先右 预拳先后的一个技巧 是 这个白方啊确实 这个白方啊确实 经验可以啊 对 经验 美方都把衣服穿好 继续比赛 不着急 不着急 这白方李志应该说这个技术动作上还是活比较细 对 对 比较全面 对 欠缺的就是这几次使用技术动作啊 总是被对手最后带着一块下去了 哦 现在白队已经领先了 你看 哦 真是 啊 白队现在是32比31领先一分了 这个比赛的算现场气氛啊确实是超乎我的想象的 嗯 没有呢 观众啊 对这个相对来说现在的观众对这个项目算是陌生啊 对 啊 推手比赛也罢 或者说咱更不用说我们现任的这个现在这个公主道了 嗯 那气氛确实是不错啊 大家很投入 对 因为参这个这项运动啊 太阶运动在全世界的普及性还是很广 很矫健啊 很矫健啊 这非常勒坦 是 潘老师以前练散打出生了 对 对 散打担拳动 嘿 嘿 哎 这黑方得加把劲了啊 但是别着急 要输 哎 这个劲这个劲儿确实用的很巧啊 黑方也要着急了 这他这个这种类似的倒地动作好几个了啊 停 哎 哎 这个 这白方这个李智很有经验 确实是有经验 加油 停 加油 无效 加油 嘿 对啊 这李智也是啊 镜头感很强啊 对 要掌声 停 呃 这也是呃出现多点支撑了 啊 也一分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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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两人也是很直接 基本上省略的上了搭手这个过程了 看 看 好 停 跟着劲儿一前一后的突然变化了 对 这叫太极标准的 嗯 预前先后 对 看 走啊 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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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越是这么打啊 这体能掉的还越快 对 对 黑方 这体能 这体能 对 对 对 因为在这种比赛当中啊 我们现在目前没有看到 这个美方现在场下的指导啊 在这个时候给他有个提示 嗯 所以呢 还是更多的只有在下台休息的时候 回合间的时候啊 他们之间在商业这个团队战术 嗯 所以这个场上啊 就 就相对来说就更加无助啊 可能会 这个白方现在整个团体分是大比分领先了 对 反超很快啊 后来居上 杨耳羽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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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各个地方都是相通的 是的 我再注意场下呀 这个他的场下指导 要给他说战术的时候那种说法 我发现他们这个 作为一个选手啊 作为自己的场下助手啊 一定要选派一个非常合适的场下选手 能够给自己做指导 不仅仅是做你看很漂亮啊 不仅仅是做普通的这种基本方式 这是不够的 这一定是团队在作战 这个其实白方是后边没空间了 对 他有空间他还能做很多 有空间他一闪又是一个 对 发现这个李芝就像本身啊本力也很足 对 他场上的经验比较多 对 因为他李芝这个人参加比赛这个场次比较多 哎 这很巧啊 嗯 上下都有 对上下都有 好 看 看 看 你看这劲发的多寸 嗯 很冷 很冷 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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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芝加油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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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 五小 嗯 两人其实打到现在啊 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实力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对 看 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李芝打了对手一个20比0了 对 看 停 比赛结束22比0 哎呦这 零风啊 另外呢团体分上现在白方已经是反超了 十九分 二十二比零 比赛结果白方圣 哇 太精彩了 现在我们看到黑白两队的底分已经变成了50比31 非常的精彩一个惊天的逆转啊 太精彩了 谢谢大家